你们老婆会给婆婆花钱买东西吗 给咱妈买的 怎么样 500多呢 你让我一个老太婆穿这种衣服 你还那什么心啊 一片好心啊 马您不喜欢 这怎么办啊 也退不了了 老婆要不你还是自己留着穿吧 而媳妇捡婆婆不要的衣服 我这过的什么日子呀 哎嫂子 咱妈今年六十大寿 得大办吧 礼物我早就准备好了 呢 新车十好几万呢 我自己都还没车呢 我又不会开车 我要她干什么呀 那不会您就学啊 我这么大年纪了 你让我学开车 没事你慢慢学 车我先替你咬着 哎哎嫂子 你真是打得一说好算盘 你这些说是送给咱妈 还不是你自己开 哥 咱妈六十大寿必须大办 办什么办 一个正强多不容易啊 咱妈会心疼呢 我看新的钱的是你吧 儿子 你看见了吧 你娶的好媳妇 嘴上说的好听啊 其实她是一分钱都舍不得 给你妈花呀 我看见了 就是我让她这么干的 反正她不管给你买多少东西 花多少钱 您都不会领情 老婆 你买生理子了 啊 妈前几天说小吃 明天过节就好给她带过去 哎 没给我丈母娘买吗 现在太贵了 你看增加吧 你看妈 你儿媳妇有什么好东西都是想的 她平时自己都不舍得买 这么小啊 这买的便宜的吧 还是你妹妹买的橘子好吃 妈 老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我看上一件羽绒服特别适合咱妈 但是没有码数了 店员说另外一个商场才有 我就赶紧跑过去买了 老婆 辛苦了 我妈肯定特别喜欢 你儿媳妇对你好吧 这件羽绒服小两千呢 她能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 肯定是她妈看不上才给我的 拿我当收破烂子的 妈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那个体检你别忘了陪妈去 我先走了 老婆 妈 您前段时间说您头晕不舒服 小李立马给你买了体检套餐 还特意买的贵的 她对您还不够好吗 我看她呀 巴不得我能查出点什么 运气不错 查出来的早做个小手术就行 谢谢大夫 谢谢 妈 这回多亏您儿媳妇手的花钱 您以后也对人家好一点 那还不是花我儿子的钱 用得查她装好人呢 妈您真是 您怎么不能把人往好处想呢 老婆 人家一片真心 坏来的都是伤人的话 谁能受得了 那她是你媳妇 孝敬我本来就是应该的 没什么是应该的 妈 小李嫁给我之前没喝过您一口水 没吃过您一口饭 她不欠您呢 我粗心大意照顾不到 是小李一直把您放在身上 给您置办这个操事那个 可是您 妈 我要是嫂子呀 才不会干这种出钱 出力不讨好的事呢 还好我婆婆不这样 啊 每个儿媳妇进门的心 都是炙热的 但您一瓢瓢凉水浇下去 再热的心她也会凉的呀 没有血缘的关系 真心更有 不要让儿媳妇的一片真心 换不来婆婆的真意